新疆伊犁,中国版图最西端,冬季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下二十度。 然而,在伊犁河谷中,却有一个相对温暖的水世界。 地下温泉不间断涌出,这片水面整个冬季都不会结冰。 从每年十月下旬开始,这里都会变成一座真正的天鹅湖。 从西伯利亚出发,经过上千公里长距离飞行,游比天鹅终于到了可以歇脚的地方。 此时,它们已经极度疲劳。 游比天鹅叫声沙哑低沉,因此又被叫做哑声天鹅。 天鹅通常给人的优雅印象,或许正源自于它的安静。 这种美丽的大鸟,绝大多数生活在欧洲,在亚洲,它们是稀有鸟种。 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知道,它们在亚洲大陆北方的粤冬地。 寒冷的冬季,伊犁河谷提供了尤为难得的自然条件。 河流,湖泊,湖泊,湖泊,湿地,为它们的迁徙指引道路。 温暖的水下,水草风貌,这是游比天鹅最喜爱的食物。 但对于他们来说 到这里是为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寻找配偶生儿异女 一幕母爱情剧拉开帷幕 有比天鹅一生只有一个配偶 在人类看来 他们无疑是忠贞爱情的典范 人们也有典范 春天已到 游笔天鹅又要开始迁徙 带着已经孕育的后代和希望 飞向远方 在地球上 超过97%的水 都是海水 一路向东 距离一里四千五百公里之外 中国北方诸多河流的尽头 渤海 初春 飘满浮冰的海面 被一种神秘动物提供了绝佳的繁殖地 斑海豹 是唯一一种 在中国海域繁殖的奇足类动物 全世界共有八个斑海豹繁殖区 渤海的辽河入海口 是最南端的一个 与其他海域相比 这里海水盐度较低 水也更暖和 是母海豹的最佳产房 这只小海豹来到世上 才仅仅五天 它在浮冰上出生 白色胎毛是绝佳保护色 但也会吸收大量水分 不利于在海中游泳 正是下水 最好等到一周以后 胎毛退去 今年初春 海滨提前消融 这对斑海豹来说 不是个好消息 出生的小海豹死亡率很高 只有一半能活过一岁 为了应对挑战 这只小海豹 正在让自己强壮起来 凭借母亲浓稠 且赋予营养的乳汁 她的体重 每天能够增加一公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海豹妈妈寸步不离她的宝贝 每隔几分钟 她都会过来照看一下 不断鼓励她下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初次下水的小海豹 有些惊慌失措 妈妈知道搬家才是更好的选择 她虽然着急 但还是耐心地陪在孩子身边 妈妈的耐心终于有了结果 小海豹鼓足勇气 迈出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步 这是严苦的自然界 最温馨动人的时刻 小海豹鼓足勇气